她的先生不在 太太就跟她說 我好多謝你照顧了我四十幾年 其實我都知道自己都很煩 是你這幾十年都不怕我煩 一直照顧著我們 一對夫妻對著四十幾年 到最後她死 到最後她病 她在身邊照顧她 她還說不好意思 我照顧得你不好 我覺得這種愛是 我們很值得學習的 其實浩欣是我的御科中學同學 亦都是我的大學同學 本身我們就已經由二時玩到現在 上一年左右 她就告訴我她轉了為一個全職的例子 正在商討這個轉變的時候 隔了一個月左右 我媽媽就離開了 我最初覺得這個行業中 可能是一個很冷丁丁的行業 實際我就覺得很冤一場 其實原來在她手上 我覺得是有股熱誠在這裏 還有一種關愛在這裏 正正是跟她本身做一個幼稚園律師 以前她是照顧小朋友的 但她現在是照顧一個 走了的先人和她的家人 禮儀師其實就是幫客人 去計劃他們的喪禮 幫他們安排不同的宗教儀式 先人不在了 由醫院拿文件到郭桑禮 搞定先人正式上骨灰位 上了杯就完成我們的任務了 很多人找我的時候 她都會說一句 其實我真的沒有經驗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我就會覺得 在別人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但其實這件事 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的 你和我都有機會死 而你和我都會有機會用到這個服務 我覺得在我幫到我的朋友 幫到我的家人 幫到一些他很信任我的人 到我幫他做完那個喪禮的時候 他會覺得 很感謝那個幫忙的是你 我們都很放心 我覺得這句說話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就好像當時我當幼稚園老師 那些家長告訴我 這一年有你做班主任真的好 我覺得這句說話是我教書 用了多少晚去準備的教案 或者是準備小朋友的活動 我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我媽媽的法師 對於她來說應該相對比較大型 因為平常可能比較規模少一些 訂的東西比較少一些 因為我本身是潮州人 所以我們是做潮州法師 所以比較誇張一點 本身我的四嬸是潮州人 她就很熟悉這些意識 但最初她就跟我說 簡簡單單做得了 因為我媽媽比較節儉 所以你就做最便宜最簡單的 那我就誤會了 原來最簡單的 可能只不過是一萬多二萬元的 一場喪禮 但後來我問 沒有理由這麼便宜 起碼十多萬元 我問什麼事 要有潮州師傅做 然後我跟她說 一場潮州差 原來是要九個人去做的 基本 如果實質正式的 可能需要十二人或以上 她要訂很多東西 儀式上也要做很多東西 她是那時幫我做的時候 有本寶 差不多寫滿了 差不多 所以看似好像 可能預約一些東西 給你一些服務 但其實如果你要做得貼身又貼心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兼顧 感受最深是在參與筹劃這件喪禮裡 其實我自己對自己家人了解了很多 這是第一件 可能是你自己的鄉下 你自己的鄉下裡的一些儀式 因為本身潮州人原來有很多儀式 原來以前是不知道的 變了過程是挺有趣的 是因為原來做一做 原來以前做這些事是這樣的原因 變了又跟家人溝通多了 有沉根的感覺 我知道媽媽走那一刻 當然有不開心又哭 之後平息了 到囚犯之後 其實都很平靜 最感受深刻的時候 就是當送媽媽走 真是她火化的時候 本來我是以為大伯 因為是她大仔去做這件事 就是按鍵送媽媽走 然後她說交給我 你是大孫不如你去做 然後我就慢慢走過去 本來以為沒有什麼的感覺 只是一個兒子 按鍵送完之後 看著媽媽走了 她真的走那刻 真的忍不住了 然後我問阿欣 你知不知 我知道 看到你 那一下真的覺得 做完所有事了 最後過一程 你送她走那是最深刻的感受 遊行參加了這麼多不同的優禮的時候 這一刻很多時候 都會令到家人 真切感受到 我真的要跟這個親人 我要說再見 她的身體 我真的不會再有機會 在這個人世間再碰到她 當他們進行了這個儀式 告訴自己 她的任務真是完成 她已經離開了這個身體 而我們是盼望著另外一個世界 這一個完美的句號 我自己覺得是需要的 我媽媽在山的時候 不要特別去理會 原來到她真的離開的時候 那些回憶和印象 反而更加明顯 還有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我媽媽走了之後 跟她燒一些金銀醫治 跟我的堂弟弟 燒完之後 那次以外 就是這裡 燒了一條痕 和我弟弟一起燒 在同一個位置 接著我們就問 是否媽媽跟我們做的記憶呢 我想很多事情 應該到我走的時刻 我自己走的時刻 都一定會再記得 接觸過一個生禮 是小朋友不在 然後媽媽會說 其實我的小朋友很乖 他從小到大很聽話 他讀書很厲害 從來都不需要補習 很多時候 他都會主動來關心長輩 其實他自己很傷心 他都沒有在怨 哎呀 天啊 怎樣 哎呀 兒子這樣決定 哎呀 那些他沒有 他只是想起 其實我的兒子都很好 他有很多跟他很美好的回憶 我就在想 究竟我是要留給我身邊的人 一些什麼的回憶呢 是不是只是我在跟家吵吵閉 我要家人就我 我要另一半遷就我 我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不管別人的感受 那別人對我的回憶 其實是 又留了什麼給別人呢 在這個世界上 那我就會很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要做得更加好 我做了這一行之後 我昨天才跟我爸爸說 我說我不是一個很乖的小女兒 我一直都不聽話 我一直都 經常都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做了這一行之後 我就知道 其實家人的愛其實是很大 每一次搞喪禮 我接觸的一定是家人 這些家人在他走了之後 他會很掛念他 說回他生前的事 有希望可以再見到他 拿回他的相片出來和大家分享 再看回原來家庭的愛就是這樣 再提醒自己 其實原來之前這麼不聽話 令到爸爸媽媽傷心 這麼反叛 我當時的一些執著 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這樣做 我就是要這樣了 那些執著 其實你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所有東西你都帶不到到棺材 其實就是 你走了之後 留下的東西 其實就是家人對你的愛 所以我覺得 我做了這一行之後 我懂得跟家人說 我會關心他們多點 我會去談他們多點 我會用多點時間在家人身上 我會覺得有很多東西 真的不需要太執著 我會講 那些執著 有什麼事 你會想要追悠 你會想要過